白子运动会否成为现代中国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捩点呢?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将这场运动与五四和六四做对比 我的结论是白子运动这个历史内涵和意义应该超过五四和六四 我将中国文化精英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态度的演变 与这三个运动在当代全球史内的地位连续起来看 相信是一个有认知价值的视觉 单从社会和文化进步来看 1919年的中国并不像老迅和其同代的很多文化精英所感受到的这么糟糕 但是他们的痛是振切的 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高速进步 和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 顺猛扩张直接相关 余教的失败已经是不增的事实 在俄国和日本寄遇之下 中国虽然有失去东北的真实危险 但是更多的文化精英的痛是来自亡天下的忧 也就是来自中国的文化精英和国民身份 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 没有地位和尊严这个难堪的现实 五四和巴黎和会的关联不是偶然的 因为基督教文明刚刚终结了一个 自相残杀的毁灭性战争 很多年推返西方文明的革新派精英 第一次有了幻灭的感觉 而务实的激进派就从布尔什维克奪权成功 看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的捷径 当然阻力最小往往最终代价最高 因为减少文化变革阻力的最佳选择 就是回到大家都熟悉的旧原点 就中国文明来说 就是回到打天下坐天下 重建大一统的老剧本 当然如果没有苏俄的干预 没有西方的衰落 国民党的北伐不会那么容易 而国民党选择的最小阻力路径 最终帮助中共实现了最糟糕的党天下 六四的国内大背景 是选择走俄国道路的一代精英 对马列的幻灭 文革促成了一种有积极意义的世代交替 就是老一代用自己的悔恨 再度点燃了新一代文化精英 对西方文明的天真向往 推动了世界向右转的史蒙大潮 而这个大潮的地缘政治大背景 就是中国向美国一边倒 注定了苏俄不可能赢得冷战 但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文化精英六四的抗争失败了 促成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 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就没有促成中国的政治变革 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就是 这次美国都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径 从而带来了最糟糕的后果 很多知识人现在都能够理解 为什么当年美国选择的最小阻力路径 被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这样和白纸运动又有何相关呢 难道不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防疫灾难 导致官逼民返 有人说是习近平一手毁掉了 六四以后一直顺畅的社会契约 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习近平 这个契约就能够继续下去吗 如果继续下去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有意味着什么呢 六四之后 美国的水净政策之所以是灾难 是释放了一种导致人类文明自杀的中国病毒 这种病毒具有超强的传染力 初期不容易重症和死亡 但是逐渐演化成文化自杀的病原体 它的基理就是瓦解人类抵御的欲望 尤其是抵御权育的合作能力 今日我国人没有普京负 中国人似乎也没有习近平的负 至少中共二十大精明主流精英就是这样 而不少人曾经就是六四的同情甚至是参与者 白纸运动的意义就在于 在这个世代交替的历史关头 中国新一代知识人敢于对上一代的文化宿命论说不 从而被中国和世界带来了自救的希望 以上是梁京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胡帅南